大家好 我是艾云恩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屏幕康宁大剧院一 下方 星穹铁道2.0 屏幕康宁一条龙地图全收集攻略宝箱 折死小鸟 护照贴纸 书籍 梦境迷踪 齿轮 往下一桶 金表操 隐藏成就 流梦交 热沙海选会场 大剧场 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这个大剧院这个 最下方的 长廊传送点 传送点揣之后我们回头 在我们的正后方 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宝箱 我们拿完宝箱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再传送回刚才的长廊传送点 揣之后我们往右拐 我们从这位右侧往里走 然后上到前方的楼梯之后 流桶吧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地图右下角这个桌子上 有一个书籍 拿完书籍之后 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这个 这个草丛的后方 是一个宝箱 然后宝箱之后我们回头走出来 来到主干道上 走出来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这个 赤羹鸟的画报之后 之后它的下方有一个小鸟 我们给它拽出来 拽出来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会进入一段剧情 就是赤羹鸟给我们发的短信 我们下期待的后面 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 然后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就能看到这个宝箱 然后宝箱之后 西方向小地图左方 我们进入这个后方的门帘子 进入之后正前方 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贴纸 拿完贴纸之后 在我们的南方向 小地图下方 我们往前走 然后这个右前方有一个修理工 我们先给它 欧立马 倒过来念就叫 我们开启钟标把戏 我们先调到任意一个 然后我们再给它调回到欢欣 就能获得贴纸 我们再调回欢欣 行了 是出梦开 获得贴纸 接着在右前方 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宝箱 拿完宝箱之后 在我们的北方向 小地图上方 我们就能看到一个销售标志 这是一个唱片 然后我们贴着这个柜台 往前走 然后前方能够看到一个乔治 我们跟他对话 然后开启钟标把戏 我们把它调成欢欣 然后获得贴纸 然后到旁边的本书籍 我们点击识取 识取完之后 我们前方能够看到 这一个弥中 我们点击修复 首先我们把这个 最左侧的这根黄色 我们往上抬一格 然后最右侧的这一个黄色 我们也往上抬一格 然后我们把镜子 慢慢往下拉 我们一格一格 再往下一一 接着这个橘黄色的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这个黄色的 我们再往上一一格 然后这个 其实最右侧的黄色 我们拉到最上方 然后我们拖动镜子 往上拖 然后一直往上拖 好 让我们唤醒 去走语 唤醒之后 我们打开小地图 再传送回这个长廊的乘送点 出来之后 我们一直往前走 先来到上方的楼梯 来到楼梯上之后 在我们的左前方 有一个大红毯子 在第一个红毯子的左侧 在这个左侧 然后这里有一个 躺着的人 人偶 然后在他旁边 是一个小鸟 好 然后只要我们继续 北方向 小地图上方 往前走 我们来到最前方 左右各有一个人偶 最前方的人偶 他左右各有一个唱片 我们拾取 然后左边 我再拿右边这一个 接着我们继续往前 前方是一个铺满 我们给他打掉 打掉之后 前方还有一个贴纸 我们拿掉这个贴纸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传送到最上方 这个boss的传送点 如果你没有开 那你就 跟我一样 往前跑 跑到最上方 那个boss的地方 然后前方有两个贴纸 全部拿掉 这个贴纸是调查贴纸 然后我们先解锁一下 然后你传送到这里了 你传送到这里了之后 我们回头 回头拿掉后方 这一个贴纸 然后我们再往前 拿掉这个调查的贴纸 这调查的贴纸 是支庚鸟 就是刚才跟我们发短信 才能够出现的 好喜 接着我们 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 再传送到最下方的 长廊传送点 传送点出来之后 我们往前走 来到前方这个 左右红毯分叉的一发 然后我们停 停下来之后 西南方向 小地图左下角 然后这个 支庚鸟就在这里等我们 然后获得贴纸 还有碟片 那我们现在是 四个战利品 一个铺满 然后接着我们往左上角 拉这个地图 在最左侧有个小鸟 然后我们现在是 两只小鸟 梦境护照 就是三 梦境护照三 就是全部集齐 新增了一个波梯欧 接着是 十七 十七新增了 贴纸三个 笔记贴纸是两个 与你同行的 回忆一个成就 触及一个 燃梦之夜的剧本 然后还有一个 克劳迪亚的 这个素材布 让我看你 我看你 是什么 帮助你 对我看你 我看你 你 对我看你